大家好 這是網工 現在挑釁的都市傳說呢 就要一個最主要霧神樓的四面樓梯 所以我才來一個 一個真的奇怪的地方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 12點到4點之間 跟女哥玩做一場 我們來準備一下開始的儀式呢 把這個密切放出去 錄好 動物的地方 私下一角 是2點到4點 這一個過程中 就要把這個 過的錦在手上 絕對不能放開 這個東西就丟在這裡 Wi-Fi這裡 我們要不要玩四個小時 坐不上 所以我有一個計畫 首先 我把這個地方設了三個頂 中庭 停車整個不體驗 我也在這三個地方 我帶那個 你會自己來找我們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作戰計畫 出發發夠 一路走到最頂端嗎 對 這邊是中庭 比較黑 是 вниз 但是有一個人在的 كون 1010 這裏變成四季的感覺 漂亮 手不進水 變成我自己 第一次就用我自己做的 壓力很大 這裏一樓是我們的中庭 我們來這邊看看會不會遇到什麼東西好了 中庭我剛剛逛完一圈嘛 我剛剛看到那個女的 我真的是嚇一跳 因為我剛剛太暗沒有看清楚 還好是真的人 好我們就在這邊等待吧 這個絕對不能放 然後我已經在這邊等一個小時了 目前是都還沒有發生什麼狀況 所以我決定換到停車場去 走吧 這地下室非常之明亮 會不會有女子咧 積掉地上 看起來應該是梅宿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通往異世界的避難梯可以挑戰 我看在車子這邊 唉唷好了 有人耶 我自己 好那我今天就 不是今天 今天在這邊很慘 我常在這邊休息 一個小時吧 那我等一下再去樓梯間等 OK那我們一個小時以後見 對現在已經一個小時了 一個字 就是了 還是沒有發現什麼東西啦 我現在換到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小角落 雖然現在是兩點多 可是在剛剛那裡 還是會有人經過 會打擾到別人 最後 在了一個這個邊緣的小角落 那我們就按照作戰計畫 換第三個地方 樓梯間吧 別忘了這個還是要一直握著 然後你們知道這個錄影畫面 讓我想到什麼嗎 那樓梯這樣看下去其實蠻可怕的 希望會有東西 對那我現在已經接近四點了 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OK那我們就 最底層看看那個 紅包袋跟那個剪刀吧 究竟五樓會不會有女子走進來呢 我 我 完好如初 欸裡面有夾兩根頭髮 還是它本來就有頭髮 你看 算了應該就有頭髮 好啦OK那應該是沒有事情 我們過去趕快見 掰掰 掰掰 還是沒有遇到什麼事情 對那你們提供 有沒有那些都市傳說 我都看了 就寄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跟你們蠻有趣的 說我會這麼幾個提供給我 那我也會陸續的做 我現在今天大概一五一長後啦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還是會喜歡 覺得當然是那麼夠 掰 好 好